嗨,大家好,我是坦平说 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9月5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今天啊,恒大发布了一则公告 9月5日,五间中国恒大公告 香港高等法院于2022年9月5日 批准本公司的延期申请 清盘陈琴、林训将延至2022年11月7日 本公司正在与其财务及法律顾问 积极推进境外债务重组工作 并将尽快公布一个 尊重所有利益相关者权利的具体解决方案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一阵子香港不一个商人吗 向法院递交了这个清盘陈琴令 要对中国恒大紧急清盘陈琴 实际上就是申请破产 然后法院呢,裁定是9月要做这个联训 那中国恒大肯定是要反对这个清盘的 他要提疑,他要讲理由,摆明证据 这个当初啊,这个清盘陈琴刚出来的时候 我也做了个视频 恒大肯定会做抗辩嘛 恒大抗辩的最好的理由就是 恒大现在还在做债务重整 这个债务重整一旦通过或者成功 那么对所有的债券人都是个保护 不管是对这个清盘陈琴人是个保护 对所有的债券人都是个保护 这个香港的法律我不太清楚 咱们还是借用大陆的法律 我想他们是在这个经济规则这一块思路上面 应该是大差不差的,差不多的 香港法院一旦做了清盘陈琴的这个裁定 那么你所有的债权债务关系 所有的这个传播冻结 以前你在这个法律诉讼执行的这些程序都得停止 由这个现在发出清盘陈琴的这个法院 同一结果,单高由他来分 如果这个法院一旦裁定了 那么恒大你做什么债务重组都是白做 没有用的 就包括那些法院查封 法院执行都得停止 当然了,我认为啊 这个香港法院做出的裁定 可能是仅限于中国恒大 恒大物业和恒大汽车等在香港上市的 这些资产,这些股份 还有恒大在香港的一些物业 这个香港法院有管辖权 换句话说啊,就是内地的这些中国恒大的楼盘 这些项目,这个香港法院估计没有执法权呢 他没有办法来执行呢 以我的经验啊,在大陆如果你反对破产 作为企业不想破产是很容易的 就是你申请破产的人想把它搞破产挺难的 就是你随便找个理由啊,你就可以不破产 你本身破产意味着很多麻烦 意味着很多责任需要法院来承担 那你说哪个法院愿意承担吗 只要这个企业不愿意,随便找个借口啊 那法院就是借破下驴 就不同意破产 那破产申请人呢 你就得把这个申请材料自己拿回去 不受理 那大陆啊,这个破产是受理制 不是立案制 不是说你一来交了,就给你个暗号 这就是个案子了 不是这样子的 就你这个事情咱法院管不管 还俩说,你先拿了我看看 觉得能管,咱就受理了 不能管,把你退回去 咱管不了 说的通俗一点就这意思 那大陆的法院为什么不愿意受理破产呢 首先就涉及到借券人,涉及到职工安置 这些都是要出人命的 有人跟你玩命 那借券人本来是欠两千万 你一搞破产,人家只能拿回了十万 那人家不要跳楼吗 不要找事吗 现在呢,你不破产呢 反正是你们自己的事 跟我法院没关系 对吧,别招我法院 如果法院受理了破产 你裁定人家破产 那人家就有可能把这个怨气怒火 引向法院 因为作为公司来说 人家水老板说 我是千万百计的想给你还钱的 法院把我搞破产了 我没办法还了 他把责任都推到法院去了 徐老板再编个故事 你说我都已经找好信答了 找好什么得来资产充足了 大家就得救了 结果法院深深把咱们搞破产 那你说在大陆 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这些债券人 这些理财的 那极有可能去找法院 那你说法院会这么傻吗 法院当然不愿意了 所以说只要你很大找一个借口 说我不破产 破不了 那么法院就会借破下驴 裁定不破产 当然香港法院 他考虑的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香港可能没有维稳这一说 比较讲法治 但是一般的法院对经济主体 他有一个思路 就是盘活 不是把你踩死 不是把所有的企业给你消灭掉 他本质上都希望企业 还能延续下来 能活下来 因为活下来才能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法院的思路 一般的是求活 求活呢 那你恒大说 你看我资产充足了 马上方案就出来了 那法院就说 那我看一看 等一等 等你方案出来 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能解决问题 那就不破产 解决不了问题 咱们就按法例来 大概就是个思路 还有一招呢 什么呢 就是恒大呀 找了更多的债权人 更大的债权人 据说这个 清盘成寝的这个债权人啊 姓林吧 姓莲 他一共才一亿多美金 据说是这样子啊 那恒大呢 其他的债权人 这个美国的美元债债权人 还其他的机构的债权人 都是上百亿美金的 这些债权人呢 都纷纷给法院 指函 写书面的材料 说他们不同意破产 因为我要一百亿的债权在这 你把破产了 那我们怎么办 那法院一看这情况 对呀 不能因为你一亿的美金呢 要破产 把人家这么多人都给害了 所以他也要听一听 这些大债权人的意见 那大债权人都支持很大 不破产 那法院就会着情考虑 应该都是这个思路啊 大债权人也不是说喜欢许老板 帮许老板 他是被逼无奈 现在跟许老板在一条船上 要沉大家一起沉了 要破产 许老板当然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你这些大债权人一样的 也啥都得不着啊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大的债权人跟许老板 利益是一致的 就是恒大不能破产 不能清算 都知道许老板是在讲故事 但是呢 也得只能听他讲 因为你没有更好的办法 所以说这些大债权人呢 肯定的纷纷给香港的这个法院 递这个叫抗编书啊 或者是叫申诉啊 等等吧 这些材料 国内也是这么干 国内如果哪个小银行 或者哪个债权人 对这家公司提出破产申请 那么这家公司啊 最好的办法 一个是维稳 一个是什么 讲其他的故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找他的最大的那个银行 债权银行 让他去找法院 他给法院出个喊 说这个公司不能破产 这公司一破产 会造成10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流失 那法院一看傻了 这个锅咱不能背 所以立马就不同意破产 这是关于破产的 所以说我推测啊 在香港你想搞破产 也没那么容易 据说从今年初啊 已经有四五家内资的房地产企业 被人提起破产了 在香港花样年吗 还有什么大发地产 结果现在也是不了了之摆在那儿 就是香港法院也不裁定 就万和推迟顺言 所谓的推迟顺言 就是给这个企业啊 一些机会和空间 看他怎么折腾 实在折腾不下去了 再宣布破产 所以啊 想把一个企业搞破产 比较难 大陆是最难的 美国听说很容易 所以我在有一期视频里面 跟大家说了 一旦哪个商人公司 说他公告破产重整 这一般都是利好 为什么呢 你要反过来解读 法院居然都同意他破产了 那说明肯定是安排好了 一定会成功的 这个方案大家都看过了 是破产申请人 还有这个被破产的公司 还有重整人 他们三方都达成一致了 手牵手 一起到法院来 要法院呢 帮我出个东西 裁定一下 大家都谈好了 借法院的手用一下 不会引起矛盾的 什么职工啊 都安置好了 对吧 其他宅舰人都同意 那你说这样的重组 它不是个利好吗 不用看具体方案的 你就知道法院 接受这个案子了 愿意背这个锅的时候 就说明这个 大概率是个利好 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马斯克 特斯拉跑到香港法院去 跟许老板一起 说我们要申请 对中国恒大进行破产重整 马斯克出钱 他是重整人 那你说香港他不愿意吗 他赶紧方案拿过来看一看 没问题 赶紧裁定破产重整 就是一个道理 第二个就关于这个恒大 为了稳定这个军心 为了给法院一个交代 因为他这个理由就是 我马上就要出这个重整方案了 法院你得给我点时间 对吧 那法院肯定从这个角度出发 把这个清盘陈井 这个聆讯呢 往后退直到11月份 那照这个推算的话 那恒大应该在11月初 或者10月底 要出一个重整方案 否则的话 那个香港法院到时候又得往后推啊 这是个时间节点 应该在重整方案 应该在11月初要出来 快的话10月底 关于恒大的重整方案 咱们就不多说了 我是不太看好的 那么今天啊 恒大的总裁 叫肖恩 接受媒体采访 也透露了一些恒大的动向 首先第一个啊 恒大债务重组方案推迟 本来是7月要出来的 后来推迟到年底 什么原因呢 恒大解释了 主要是因为尽调工作 没有完成 这个跟咱们的预期判断是一样的 我在视频里面多次给大家介绍啊 对恒大资产的目的 就是尽调啊 要200人 半年时间都不一定能搞得定 就是花费的花费善意的 才能把恒大真正的资产情况 对吧 资产受限情况 还有债务情况能够把它调查清楚 这个还是在恒大全力配合的情况下 它的资产规模就有这么大 它八九百个项目 全国有好几千家公司 那么多人 十几万的人 多少家银行 多少家债券人 他都要摸清楚 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 如果你的资产情况 负债情况都没有摸清楚 那你所谓的债务重组 从何谈起呢 债务重组 从你的现有的这个资产和负债情况出发 怎么样把它重新组合 把哪些对吧留债 哪些要做豁免 免除 哪些要打折 哪些把它转成股 变成股东 哪些需要给现金 做一个重新安排 然后所有人都要同意 这个恒大的总裁肖恩 他说啊 去年十二月之今 公司精简机构合并岗位最大力度 降本增效 公司实控人 就是许老板呢 和核心管理层带领全集团上下团结一心 大批干部员工充实到保交楼项目一线 集团系统大幅下调薪资 努力降低管理成本 在地产业务方面 复工复产保交楼是公司单前的重中之重 截至目前 恒大集团在全国范围内 已复工的保交楼项目占92% 已完成保交楼任务26.3万套 2814万平方米 涉及407个项目 各类施工单位超过6500家 材料合作供应商382家 总施工人数19万人 今年1到8月完成保交楼任务 17.7万套 2009万平方米 尽管现在正尽快恢复施工过程 还有个别项目 但已旧困难项目 针对性制定复工复展方案 尽快实现全面复工 正常复工 尽早交付 让购放者安心放心 这个又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 具体什么情况 可能未必跟他吹的是这样 我在网上看到更多的是 很多项目一年了都没动静 那个业主找什么装班 装班的人直接就说没钱 肖恩继续说啊 在物业管理方面 今年1到7月 恒大物业实现总营收近75亿元 此外还新增外拓项目206个 新增合约面积约1987万平方米 我们再接再厉继续稳定向310余万户业主提供社区综合服务 在汽车业务方面 集团正在紧锣密鼓加紧进行量产准备工作 完成了天津工厂产线的升级改造 预计首批量产车型将按计划9月下线 10月正式陆续向首批车主交付 目前30家直营家代理门店已开业 预计9月份开业门店数量达到60家 公司还与华盛博士等全国头部汽车维修连锁品牌达成合作 在全国235个城市布局313家售后服务晚点 总之啊 留给恒大的时间不多了 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最近徐老板很少出面 很少讲话 似乎是销声匿迹了 应该有三个月时间 没有任何动静 徐老板最近一次露面应该是在广州那个什么 横直五汽车那个展厅里面 那是最后一次露面 后面好像就没出来过了 实际上这个都是不祥之兆 内地的保交楼一旦进入一个稳定状态 比如说大部分都化解掉了 恒大的项目啊 那么徐老板可能就差不多该收拾收拾行李呀 去他该去的地方了 或许他现在已经被限制自由了 这个从最近调查恒大外围的这些国企 这些跟恒大密切合作的国企的这些领导人 这些人纷纷落马就可以看出来 现在已经要动手了 所以说许老板的前景不妙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恒大的前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 任泽平今天又放了一炮 他发了个微博 说了一大堆 他主要毛头是对准了巴菲特 他说巴菲特晚节不保 大概的意思是说巴菲特最近不是抛售比亚迪的股票吗 从比亚迪撤出来了 似乎从这个巴菲特的行为来看 那就说明巴菲特不看好比亚迪 或者甚至不看好新能源 那任泽平现在正在鼓吹新能源 他说现在的新能源和20年前的房地产是一样的 那你现在如果不买新能源 不投资新能源 那你就赶不上这趟车了 后面发展跟你没关系 所以任泽平现在拼命的鼓吹新能源 结果巴菲特反其道而行之 现在是在抛售比亚迪的股票 当然了巴菲特并不是因为中国有个任泽平 所以他抛售比亚迪股票 他可能不知道任泽平是谁 是什么人 那么巴菲特的行为 冒犯了任泽平的新能源 竟然是长牛大牛的理论 所以任泽平毛头就对准了巴菲特 说巴菲特晚节不保 巴菲特大家都知道 炒股的人都听说过这个人 我对巴菲特也不太了解 我很少看关于巴菲特的报道 因为巴菲特颤导的那个投资理念 我根本就学不了 我也做不到 他那个成功没有办法模仿 所以我就不关心 谁会去花时间浪费在这个 你做不到的事情上面呢 然后关于巴菲特的这个报道 更多的是他那个什么午餐 是不是 金牌跟巴菲特共进午餐 一年一次 然后那个午餐的多少钱 这第一个啊 第二个关于巴菲特的报道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 巴菲特那个公司啊 叫做名字我也忘了 那个业绩发布会 关于巴菲特啊 这两件事情是投资界 乃至金融界啊 一大盛世啊 一年一度的 每到这两个时点 巴菲特就被炒得全球皆知 巴菲特好像九十多了吧 他可是穿过牛熊的 而且他是见过几轮的这个经济的起起伏伏 由信到衰 由衰到信 据说啊 他毕生的坚持自己的这个投资理念 结果呢 当然是可喜的 对吧 他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很多人呢 都研究巴菲特 学习巴菲特 然后呢 还有巴菲特的是徒弟 对吧 徒子徒孙很多 很多人在国内 把自己包装成 巴菲特的这个信徒 或者是巴菲特的传人 要不然花那么的钱 跟巴菲特吃五三干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要蹭这个流量 蹭这个名气嘛 得到巴菲特的指点了嘛 醍醐灌顶 接受了巴菲特的灌顶仪式 毛塞蹬开啊 这样便回国 圈钱呢 骗钱呢 所以你看跟巴菲特吃饭呢 十一八九都是骗子 当然我这说的一定绝对 总之看着不像好人 我不是对巴菲特有意见啊 我觉得巴菲特这个投资理念呢 一般人学不了 全球也只有一个巴菲特 不会有第二个巴菲特 但是这个任泽平啊 炮轰巴菲特 或者是就是说巴菲特啊 晚节不保 我觉得任泽平有点自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看看任泽平 他的表现就知道了 任泽平是一个网红经济学家 就哪里火他去哪里 哪里流量多他就去哪里 他前一阵子还号称自己是情感博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聊经济 这回想聊点干货 聊时代 结果就遭失了铁拳 直接给他断电 直接把他直播给掐断了 还被约谈了 所以只好变成啊 坚定做多中国经济 然后是哪里火去哪里 前一阵子人口不是断崖是下跌 大家都很关注嘛 这个流量大 他就研究人口去了 然后还出了书 然后还给国家 项目先案的出了建议 要准备几万亿 来催生啊 五千万个新人儿 你看啊 哪里火的去哪里 新动员火 他马上扎到新动员里面 为新动员鼓吹 你鼓吹就鼓吹吧 谁要是说新动员不好 他就要上去指责人家 所以说巴菲特 他只是抛售比亚迪的股票啊 遭到这个认则平的指责 说巴菲特晚节不保了 房地产好的时候 他跑到恒大去当首席经济学家 恒大要爆雷了 他跑了 叫春江水暖压先知啊 跑去炒股去了 去什么东吴证券 当首席经济学家 总之 这个人是哪里火 他去哪里 哪里流量多 去哪里 所以他是网红经济学家 要说人品 我感觉任泽平的人品啊 也不咋地 你要说的好 肯定谈不上 你要说的坏 似乎也没理由 也没有什么太多证据 但是从他表现来说啊 我觉得他是人品 不咋地 为什么不咋地呢 他去了恒大之后 他也鼓吹恒大 恒大的这些政策 恒大后来爆雷了 但社会质疑他的时候 说你作为首席经济学家 你给徐老板提过什么建议没有 那他就说啊 我给徐老板说了 反对多人化经营 但是徐老板不听我的 还把我调走了 调到北京去了 支开了 嫌我啰嗦 然后又说他 怎么样跟徐老板不和 对吧 得不到徐老板的重用 所以啊 恒大爆雷啊 但是我们反过来推测啊 既然任泽平 现在这么鼓吹新能源 那么恒大当年 徐老板多元化经营 投400亿高 恒大汽车 任泽平到底是支持的呢 还是反对的呢 真实情况肯定是支持的 不是反对 他现在反过来说 我不支持徐老板 多元化经营 那徐老板多元化经营 就是搞新能源汽车啊 投了400亿啊 那你任泽平是反对 徐老板搞新能源汽车吗 那你和你现在的这结论 不是打脸了吗 自相矛盾吗 你现在又说 新能源汽车是封口 未来20年就靠这个了 从这点看 任泽平这人 言行不一啊 前后说法的矛盾 现在反对产爆雷了 任泽平动不动就 贬低反对产 炮空反对产 反对产火着手 他是一实际行动啊 支持反对产 他跑到恒大去就业嘛 拿1500万的年薪 那个时候他不说反对产不好 你看这就是人品呢 从反对产里面赚钱 反对产不好了 他出来了 再踩反对产几脚 从这点看 至少人品不咋地嘛 格局不高嘛 所以说啊 从这个角度看 任泽平批评巴菲特 首先一个 你的不够格啊 你能七八十年 坚持做一件事吗 坚持自己的理念吗 做不到啊 你连一年都坚持不了 每天都在变 第二个说投资结果 不管怎么说 人巴菲特是得到验证了 人家到现在为止 在资本市场活得好好的 而且在收益啊 都是上万倍的 任泽平呢 还没有经过市场检验 他就能敢去怼这个巴菲特 这人呢 成功一次不难 或者就是赚一次钱也不难 或者你在股市里面啊 抓住一只股票 牛股 赚个十倍 二十倍 一百倍 也不难 难就难在啊 你这一辈子都在赚钱 这个恐怕只有巴菲特做到了 其他人做不到 因为绝大部分你赚的钱 最终啊 是要连本带利 要还回去的 就像许老板这样 他挣了多少钱呢 多少财富啊 最终啊 连本带利还回去 本人还要去一个 不愁吃不愁喝的地方 再也没有烦恼 每天生活很有规律 身体各项指标 得到恢复 在许老板就要去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说 任泽平啊 作为一个网红经济学家 批评巴菲特 显得一点狂妄 好 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